不小心露出手臂上大塊淤青的情況 大家都很關心 在基隆區漁會召開會議 為基隆漁民們爭取新建八斗子漁港新的 土體碼頭的立委林沛祥指出 这是这几天来 在立法院拼国会改革法案通过时 留下来大大小小的伤痕 自己的身体没有大碍 也不会怪罪不同党派立委的同事 那个时候礼拜五的时候整面红红的 然后结果现在越来越出来 希望明天不要再多一些 可是要再多一些那边也没法多 这边整面都是 然后这边也有 所以是不是被蔡玉宇还是往方美会挡 他们不太 其实我觉得老实讲 我必须帮蔡委员讲 其实蔡委员没有想要挡 他只想把我拉开 他是因为我挡在前面 我就中间那个挡在前面 他们人要进来 那我们人已经大部分都进去了 他把我拉开他们人才进得来 那如果 而且老实讲 如果说他真的要怎么样 他们可能会 我倒在地上他们应该来围有我 但是他没有的话我觉得 不会不是帮他们讲话 他们这样做还是错的 但是我老实讲 我不会觉得 我不会特别对蔡玉宇委员会特别生气 毕竟他有他的难处 因为我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画面大家看到 我整个把全部人全部挡住 那刚好我在中间 那如果我不去 他如果不把我拉开 他们二十几个人全部进不来 所以如果是我我也会从后面把他拉开 所以我不会特别怪他 他后面如果踩我一脚打我一拳的话 那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 但他没有嘛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林沛强强调在立法院拼搏 和他给一般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但是为了拼国会改革法案赶快通过 牺牲一点形象是值得的 因为通过改革法案 就可以依法监督政府 做过哪些奇奇怪怪的决策 以及曾经说过 前建国造可以为基隆市 创造一万个工作机会的承诺 到哪里去了 还好啦 不确战也不必战 但是我会认为说 我做的一切 不管是在镜头前面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狼狈也好 还是怎么样让人家觉得吃亏也好 只要能够让我们的意识运作 能够顺利 让国会改革无法 能够赶快的能够通过 帮我们的立法院 多得到一些国会听政权 夺会监督权 让我们的立法院 真正不是变成过去的立法局 而是变成未来中华民国的国会 我觉得吃点苦 然后帮我们民众多要一点权益 让我们民众 我们代表民意代表 很多时候我们民意代表 会问说为什么你们不去查说 高端疫苗啦 那个蛋 那个鸡蛋的案子啦 甚至是说 我们基隆听说会有一万个工作机会 在这个和平岛 说潜见国照 我们基隆会有工作机会 那为什么都没来 这些案子我们去问 他们就官员员可以很敷衍的回答 不管是在议事殿堂上面 还是说在给我们说面报告上面 但是现在经过 如果国会无法过一过 佩祥一定 我自己个人很想查 这一万个工作机会 这潜见国照到底 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不在基隆 那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好好的把这些 我们所本来想要 应该要知道 也想要知道的 不应该算机密 而是讯息 让他们 在阳光之下 提供给民众前面 这是为什么 佩祥会在国会 可能 跟我们一般的形象 不太符合 但是我觉得 为了这件事情 牺牲点形象 我觉得 是我一个基隆人 该做的事情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吴俊осс黄